哈喽,大家好 那距离上一次,我们把这个瓷砖贴好之后 已经过了一两天了 那我想里面的胶水都已经干了 那我们用的是免丁胶嘛 那免丁胶干,讲实话也是很快 可是呢,上面这些胶带 我们必须把它撕下来 那透明胶带说好湿也好湿 说不好湿也不好湿 因为它很容易裂开嘛 裂开有的就不容易拉下来 那我们可以湿了就尽量湿 湿不好的,我们再用铲刀把它铲一铲就好了 好,那各位可以看 我们已经清的差不多了 那如果还有一些残胶 包括胶带的残胶 或是那个免丁胶的残胶 你就用除胶剂喷一下 或是用甲本来洗一洗 那像这个,这个残胶 我们准备喷一下除胶剂好了 你这样,跟它抠一抠就起来了 也就是说你贴完以后 你不要等太多天 就等个一两天就赶快把它清干净比较好 因为越久会越硬,越难清除 所以你就趁早把它撕下来 该喷除胶剂的就喷一喷把它擦一擦 好,那我们这边都清干净了嘛 那我准备来填这个缝 那一般来讲是用白水泥 可是我今天不要用白水泥 我要用这个 这个是瓷砖填缝胶 那我用这个来填 因为我觉得水泥的话很硬 那当初就是因为这个膨胀的关系 水泥很硬造成整个翘起来 那我希望用填缝胶来填 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就是把它这个沟槽把它涂满就对了 它这是一个液体状的啦 那就把沟槽填满就好了 好,那我们在涂这个缝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像你这个填缝胶填上去以后 那你如果说 好,你用手把它抹平 抹平旁边有东西嘛 那你用丝抹布 马上跟它抹掉这样就好了 好,马上把旁边的抹掉 因为它的填缝胶再干也干得很快 那如果太干了你就不好抹了 好,这边的缝已经全部都填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已经完成整个瓷砖的修复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按赞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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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